如果你是習近平 你收復台灣你能怎樣 你是民族英雄嗎 也就這樣而已啊 但你如果收復不成 那會怎樣 超加滅族耶 我覺得這個 大家可能在媒體上面有些 有時候傳話捕風捉影 就會覺得 哇習近平這個人好像就是 依照他的脾氣來辦事 但是實際上 你去觀察他的政策作為 其實他是一個高度理性的人 那對於攻台這件事情 雖然美國的情報單位一直在警告台灣 那我覺得那個很有可能是 就是美國看到他們的官僚機構 有在做相應的準備 那這個準備也許是scenario層級的 但是你要想一件事情 對習近平來講 他要攻台 要武力收復台灣 他一定要成功不能失敗 你只要一拖他現在內部的問題這麼多 你只要是拖得像烏克蘭那樣 他未必能夠像普丁一樣穩這麼久 那裡面 因為他嚴任了吧 那裡面一定有反習的勢力 也有這種地方上 不服他的聲音 或是過去在貪腐 在反腐期間 跟他結良子這些人 這些人因為現在的這個政權控制很穩定 所以他們也不敢造反 但是如果他在收復台灣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速戰速決 稍微拖一下 那就是殺頭 就是下面的人一反他的政權就會沒有 那就會抄家滅族 這個很可怕 那你去想想看嘛 如果你是實際上 你收復台灣你能怎樣 你是民族英雄嗎 也就這樣而已啊 但你如果收復不成那會怎樣 招家滅族耶 如果是我 我覺得我不會去擔負這樣的風險 我寧可慢慢的溫水族青蛙 用和平統一的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 他對我的利益也是最大的 所以就是回到這個問題的本質上面 我並沒有覺得習近平真的在2027年2035年 有這種想要對台動武的準備